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午安 上一集我們講到小孩子的膀胱發炎 媽媽會很緊張 但是還有更讓你緊張的就是 如果一個小孩子他發燒、腰痛、小便出血 這種情形的話 那當然你一定會帶到醫院來急診 醫生告訴你說你的小孩子是急性腎與腎炎的時候 大部分的家長就會非常的緊張 其實小孩子的急性腎與腎炎通常都是有泌尿系統的提醒 或是他功能上的異常 例如說他來解小便的時候膀胱出口很緊 導致小孩子解小便解不乾淨 而且排尿壓力非常的高 這時候膀胱就容易有除尿、細菌感染 加上小孩子他可能在先天上 他本來輸尿管要進入膀胱的地方是不會逆流的 因為膀胱發炎的關係 使得他產生逆流 這個逆流就會使得細菌往上衝一直到我們的腎臟裡面 而產生急性腎與腎炎 這樣子的情況通常是叫做 輸尿管、膀胱、尿液逆流 通常小孩子生下來的時候 大部分的小孩子都不會有逆流 只有少部分需要一些時間 才能夠讓這些輸尿管跟膀胱的接口 慢慢的穩定不會逆流 但是當小孩子排尿有不正常的情況 比如說使用負壓來解小便 或是解小便的時候 尿道的擴躍器太緊的時候 這個壓力就會往上衝 使得這些沒有必所完成的 輸尿管、膀胱的接口就會變鬆 然後產生高度的利油 高度的利油會使得腎臟反覆的感染 甚至造成輸尿管肥大腎臟水腫 這個時候會影響到腎功能 所以小孩子如果有急性腎與腎炎 一定要仔細的檢查病人的排尿情況 如果有的話呢 那就用藥物好好的治療 解決他排尿問題 有時候他的輸尿管 腎與腎炎跟輸尿管的一個膀胱尿液逆流 就會慢慢的改善